卡维斯卡探险航线 几个世纪以来 世界上伟大的探险家们 一直在谈论着世界尽头的某个地方 那里绵延数公里的巨大浮冰 散落在海水中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是难以想象 难以亲眼目睹的景观 古老船是一种 在海水中还描述着一群 能够适应着极端气候并生活的人类 他们就是卡维斯卡族群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南达冰原 他们就是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人类 这一片遥远土地的过去和未来 这一节我们都将在 滨海天蝎三号游轮的航行中 共同体验 滨海天蝎号游轮 巴塔哥尼亚万年冰川 我们长致地邀请您 透过卡维斯卡探险航线 认识南大冰原 体验这段惊心动魂的旅程 这条航行全长四天三夜 三百八十海里 灵感源于古老的卡维斯卡人的足迹 穿越岛屿河道和下湾 最终到达南大平原 观赏数量最多 形状各异的美丽冰川 航长始于距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两千五百公里的 彭塔阿雷纳斯 智利巴塔哥尼亚的首府 这里是古代航海人 穿越麦哲伦海峡 前往太平洋的必经之地 我们从彭塔阿雷纳斯启程 前往位于东北方 二百四十几公里以外的 纳塔雷斯港 纳塔雷斯港是一座小城 位于最后希望辖湾岸边 拥有完善的现代旅游设施 我们的探险从这里开始 航程的第一站 是前往当地分明于世的旅游景点 当邮轮起航之前或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前往百内国家公园参观 那里的自然景观奇特迷人 是人生必有之地 百内公园被国际教科文组织 批准为生物圈保护区 公园内的动植物种类反多 让人印象深刻 为狐狸和秃鹰平静的注视 是很平常的事 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园 纯净的河流 琥珀和连绵的高山 令人兴持身亡 远处壮观的岩洞和 雄伟的百内塔 始终伴随我们左右 我们将在一块名叫魔鬼之翼的岩石前停留 米罗敦洞穴公园内有三个巨大的岩洞 深度达200米 1895年 一种史前动物残骸的发现 使这个地方更加文明 考古学家将这种约在一万三千年前 绝种的巨大石草动物 命名为米罗敦 回到纳塔雷斯港 我们登上滨海天蝎三号游轮 准备启程 起毛后 游轮缓缓前行 开往迈这轮海峡 夕阳和晚霞的绚丽色彩 为我们呈现了一幅 令人惊艳的绝世美景 游轮的大门向我们敞开 让我们了解它的内部设施 这座游轮共有47个套间 内部装潢 军选用当地原生态的木材 配有独立卫生间 和国际酒店标准的设备 目的是希望每一位乘客 都能享受船上属于自我的私人空间 体验温馨舒适的服务 船舱甲板和餐厅内部装潢高雅 两个风格迥异的酒吧 供乘客们巴酒演欢 热情好客和服务贴心 是滨海天蝎邮轮成功的秘诀之一 海水和海风让我们的感官更加敏锐 享受着这从未体验过的自然风光 我们穿过柯鹤窄道到达游宁河 夜晚的江林给游轮轻轻地铺上神秘的面纱 我们进入了南大平原的领地 旭日栩栩东升 游轮沿着萨尔米恩多河前进 穿越多座岛屿驶向佩尔峡湾 早餐后航程的第一座冰船映入我们的眼帘 阿玛利亚冰船 我们到达了冰原的心脏地带 如此壮观美丽的景致 真实地呈现在眼前 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 这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心情 呈现在我们密切的是 地球第三大淡水储存地 水仅仅是水 长千上万地生命之源 凝结成冰川 在这儿沉睡了千万年 冰山的神奇色彩 来自于冰块内部空气的压力 享用美味的午餐之后 我们探访布鲁河冰川 这片巨大的冰块 正在缓缓地从冰原滑落 我们下船近距离观察 冰川和周围的自然景致 在这儿步行十分有意思 当地的地质环境和冰川融石 形成的光滑石块 对于游客来说 是个极具诱惑的挑战 回到邮轮后 放松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可以与好友巴九言欢 或是在船舱里看上一部电影 或随心做其他想做的事 夜幕降临 我们做好了准备 轻轻享受 下午我们到达卡尔沃夏湾 围绕着我们的是安提斯山脉 在这里 它们几乎都被覆盖在海面之下 我们探访的是一片独一无二的壮丽景色 以及数量重度的冰川主称 在航行途中 我们将观赏到这里大部分的冰川 探险开始了 我们登上康斯坦提诺船长号破冰川 这艘特别设计的破冰川 能在整个航行过程中 保证我们的安全和舒适 我们立刻被海面上色彩缤纷 奇形异重的冰块所吸引 我们可以感受到 每位乘客都被这冰雪世界的力量震撼和感动 行程的最后 我们来到了康斯坦提诺船长冰川 是来一杯传统的万年冰镇威士忌美酒的时候了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喝的威士忌竟然将了冰河时代末期的万年冰块 我们继续前进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美丽的瀑布 紧接着可以观看到如此的巢穴 四日清晨 山峰在远处揭摆起伏的地平线上 若隐若现 我们进入群山海湾 开始第四天的旅程 壮观的瀑布带给我们的感官全新的体验 我们静静地欣赏着鸟儿如何惬意地整理自己的羽毛 海豚在起伏的山脉间跳跃嬉戏 岩石上一群群海事 慵懒地等待着早餐 今天我们将探访五座冰川 一路上迷人的自然风光伴随着我们 这五座冰川分别是贝纳尔 萨姆迪奥 赫尔曼 埃尔西纳和帕雷德斯 美丽的景致让人惊叹不已 没有半年喘息的机会 我们在贝纳尔冰川下船 沿着小路步行到达冰川的底部 欣赏巨大的冰块 正面和侧面的岩石 以及冰川融雪形成的避兰湖水 午餐过后抵达达赫尔曼冰川 冰川四周缓山 美妙绝伦 我们在这片水域里航行 享受每个角落的景色 激进笼罩着整片大地 经历过许多激动人性的时刻后 迎来了最后的一个夜晚 按照传统 船长会在这天晚上设宴 为乘客们准备丰盛的美食加酿 庆祝这次完美的旅程 餐桌上佳肴琳琅瓣木 特色海鲜 顶级帝王蟹 丰富的肉蕾 配上智力上等的葡萄美酒 船长和工作人员一同举杯 为了友谊 为了这片土地和他的未来而干杯 巴塔哥尼亚南大平原 在身后渐渐远去 卡维斯卡文化用它的历史和力量 在我们的心中 落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冰川和周围的景致 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这样的旅程让人终身打棒 并且值得和我们的家人分享 这片土地 乃至整个地球美好的未来 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作为滨海天蝎游轮的团队 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希望能将这个理念 传递给我们的乘客 欢迎来和我们一同航行 请神经历世界南端最震撼的探险 以此无与伦比的顶级体验 滨海天蝎号游轮 巴塔哥尼亚 万年冰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